看俄罗斯现在运输直升机并没有出现太多全新的型号 还是在米8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和升级 然后呢武装直升机是两款 刚才傅老提到了米8N夜间猎手 再加上卡5-2这两款武装直升机 现在已经有了一定的这种实战的战果 但是我们再看美军 它的武装直升机发展就是两个体系 美国陆军使用的是长官阿帕奇 美国海军陆战队使用的是AHZ超级眼睛蛇 那么这两款直升机已经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这种改造和升级 已经达到了很先进的一个水平 但是美国并没有止步 那么像在这种轻转悬翼机方面 高速的这种直升机方面还是在进行技术探索 比如说我们看现在美国也在研制这种采用正负对转 共轴螺旋桨的这种高速的直升机 甚至在后面还有一个推进的这样一个螺旋桨 所以未来美军它在直升机的创新方面 主要是强调高速化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可能还会有一些无人的这种直升机 像火力侦察兵 包括火力侦察兵的这种改进型号 在军舰上进行这样的一个部署 所以由于美国它的这种军事行动 针对武装直升机的数量和性能的需求量比较大 那么它会出现一种这种牵引动力 像贝尔包括席克斯基 甚至包括波音 那么它会拿到更多的订单 那么更多的订单就意味着更多的钱 可以进行新产品 新设计理念的这种开发和研发 那么不断地拿出新型号 然后让军队的需求得到一个满足 它是一个循环 特别好的一个良性循环 对良性循环 因为它这个战争需求实在是太大了 而且还有大量的这种盟友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它会有一个更大的市场盘子 所以对于直升机的这种研发的单位 甚至包括企业而言可能就会有更多的动力 因为它为了赚钱 那么再加上一些战场的消耗和损耗 美军的这种订货量也会不断地增加 所以从目前来看 从直升机的研发能力和生产能力来看 美国还是略微的领先 但俄罗斯它毕竟底子还在 刚才我们提到的像卡莫夫设计局和米里设计局 还是有自身的这样一个绝活 但是后续可能就会面临一些资金方面 比如说资金不足 人才流失等等的这样的一个制约因素 所以说俄罗斯想要在直升机领域 在创新方面 要保持这种快速发展的一个势头 首先要有钱 另外一个就是 还要有更多的这种技术人才 和更为优秀的设计团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